日前,意大利女排公布了一份备战世锦赛的16人大名单,一些熟悉的名字都在其中。 随着这份大名单的公布,意大利女排在无缘总决赛之后,备战世锦赛进入了正轨。 阿克里斯,虽然无缘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,但是,意大利女排已经被看作是世锦赛的一大夺冠热门,这都是因为她们在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最后阶段的出色表现。 连碰世界强敌,意大利女排都笑到了最后,这次总决赛的六支参赛球队,有四支在最后三周跟意大利女排碰过面。 在世界女排联赛最初两周的赛事中,意大利女排派出的几乎是二队阵容参赛。 第三周的比赛,她们终于派出了最强阵容,尤其是黑人天才少女埃格努,回归大名单。 结果,在第三周香港站的比赛中,意大利女排最后一场3比1立刻奥运冠军中国女排,拿到了香港站的冠军,随后回到欧洲。 在还在调整时差的情况下,意大利女排连胜塞尔维亚和荷兰女排,拿到了路特丹站的冠军。 最后一周,意大利女排回到了主场,在埃伯利战,意大利女排三战全胜,最后一场完胜巴西女排,再度拿到了分战赛的冠军。 也就是说,在意大利女排派出最强阵容参加的三个分战赛,她们都拿到了冠军。 而且,中国、塞尔维亚、荷兰和巴西,都输给她们,这支球队的两名黑人重炮埃格努和塞拉火力旺盛。 另两名主公波塞D和彼得里尼同样能得分,拥有这么多攻守,意大利女排真的不好对付,而今年的女排史锦赛,意大利就跟中国女排分在了同一个小组。 要想击败这个对手,中国女排光靠朱婷一人肯定是不够的,期待到时其他人能站出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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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